据共同社报道 当地时间10月5日 该通讯社从相关人事处获悉 中日两国有关部门达成协议 将把出生在日本新西县佐都市的 16只日本国家级特别贴然纪念物 珠环归还给中国 最快将于10月底欲往北京 根据中日双方的备忘录 中方提供的珠环的半数子女要归还 但此前受新冠疫情和禽流感影响而停滞 此次若能实现 将是2016年以来 时隔8年再次归还 佐渡岛放飞后 出现在新西县就业区的珠环 共同社 报道指出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诸多课题 也有人期待通过归还珠环 促进学术层面的交流 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归还对象 为2016至2022年 出生在佐渡珠环保护中心 佐渡市的7只雄性和9只雌性珠环 在确认健康状况后 将从日本启程运往北京 据称 待饲养的准备工作完成后 将由北京动物园接纳 据悉 归还珠环 始于2002年3月 到2016年3月为止 进行了7次 共有47只回归中国 共同社称 归还停滞的原因 不仅有新冠和潜流感 还有中日有关部门之间协调 未果和运输费问题等因素 珠环过去曾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 但明治时期以后 数量骤减 2003年 日本本土的珠环灭绝 之后接受中方的提供 进行饲养繁殖 1999年 作为中日友好象征 获赠的一对珠环弹下雏鸟 成为日本国内开展的 珠环人工繁殖的首个成功案例 繁殖工作渐渐步入轨道 日本国内的推定七西树 截至2023年末 为野生532只 以及在东京 新系 石川和岛根各地 设施饲养的 共计约160只